就是好幾個月 你們有公權力為什麼不趕快去處理呢 剛剛趙委員所提的那些 希望你們行政單位還有各部門 要橫向的聯繫啦 我看這個報告裡面 每一個部會自己都去查 自己有一套報告 結果呢還查不知所以然來 希望你們弄一個聯繫匯報 定時的聯繫匯報 把全國全部查出來 好接下來我們請王玉銘委員去答 謝謝主席主席我們是不是請 林副署長康局長上台 好請衛生署林副署長康局長 我先問一下康局長 就是說這個有關於順丁吸二酸 順丁吸二酸肝的這個事情 我看到你們在裁罰業者的部分 一開始引用的是實管法的第十二條 是 那現在好像要考慮引用實管法的第十一條 我想問的就是說 到底順丁吸二酸對人體會不會產生危害 造成的傷害是什麼 剛剛你們報告說好像在動物實驗上 有的說有有的說沒有 那既然如果你要引用的是實管法第十一條 表示是要對人體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你才可以引用啊 所以到底順丁吸二酸對人體的健康 會不會產生危害 這個部分是不是要再講一下 是 有關於這個外加的物質或是超過標準 我想在實管法裡面 包含從十條十一條十二條 它有其他的一個所謂的一個適用的範圍 那當然這個東西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因為它不是合法的添加物 所以當然就是說我們一開始適用十二條 來這是最基本 最基本一定是可以罰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也說這有講 剛剛委員也提到 那十一條第三款 其實很清楚 就是說它要造成有害人健康的危害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 如果說我們發覺說這個產品 它其實的量 在攝取量的過程中間 事實上已經超過了一個 我們所謂的安全的量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說 來說它可能是會造成人體健康危害 那時候你可以引用十一條 所以超過一定的量 還是會對人體的健康造成危害 這是確定的 對不對 要不然你們早就把它核准為是食用級的 這個澱粉了 就算是如此 我們核准的 比如說農藥這些 它還是有一個限量標準 對 但是當你們還沒有把它核定為是這個食品級的 表示說你們對它的疑慮本來就是重的 它之所以 因為你現在公告的可以用食用解化製澱粉 有多達二十幾種 它並不是其中一種 所以表示說你們對於它的成分 對於它的安全性等等 你們還是沒有核准它 是要跟委員報告 其實如果說一個食品添加物 當然我以通覽來看 就是說其他國家也許有在用的 那這個是也都沒有 那它如果說業者想要用的話 它就會來申請 那目前為止是它是也沒有來申請 所以全世界大家都沒有在用的 對 目前為止 所以這個已經是一個共同的標準了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呢 我相信主管是不想造成大家恐慌 但是可以就是可以 不行就是不行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清楚 至少到目前為止它就不是食用級的 我想這一點其實衛生署的立場 要非常的清楚才行 不能混淆好不好 好 我們沒有混淆 那我想我剛剛講過 色調是一個最基本的我們可以罰款 但是如果造成危害的話 是可以用十一條來危害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確定嘛 瞬間C230對人體 它過量的話就會產生危害嘛 而且它現行就不是一個食用級的這個化製澱粉嘛 這一點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第二點本期這邊要問的就是說 目前你們查的各項食品當中 到底有沒有遺漏 你們一直鎖定所謂的粉圓 所謂的關東煮 但是你知道嗎 澱粉可製成的產品有多少 我要問一下康局長 像一般民間小吃肉丸 水晶腳 他們的特性一樣都是外皮 其實是QQ的 有彈性的 你們有提過 就是說 瞬間C23 它產生的特性就是會QQ有彈性 那這些產品都在你們的檢測裡面 你們有多樣的採樣嗎 這些都有嗎 是我想跟如果說 我們現在因為這個案件到最後會cover幾項 我不敢保 就是還沒有一定 但是我們就是 可能還會有漏網之餘對不對 我想我們的答案就是說 因為製成的產品太多樣了 是 所以我們剛才說以塑化劑為宜 我們本來是在這個益生菌 然後一直延伸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要追查那個源頭的原因 那現在可憲是他們在檢測的各項產品裡面 它的產品有沒有多樣化 還是從頭到尾一直鎖定偶遺粉圓這幾類而已 沒有 本期非常擔心其他類的產品可能也有添加的問題 我們現在其實說從這個整個過程中間 到了這個中間的那個製造商 他們發覺說到了他們的工廠之後 就發現有其他的產品 的時候呢我們就擴大了產品 那現在目前像肉肉圓 我們就已經也列在我們 那水晶角呢 它的皮也是一樣是透明的很Q 水晶角也抽驗了 但是現在那個正在檢驗中 報告還沒出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要密切觀測 本期非常擔心 這一次的這個工業用的化製澱粉 摻到食品可能會宛如是塑化劑的翻版 就是說你們現在查到的 我很怕只是冰山的一角 其他的產品 因為澱粉跟塑化劑原理一樣 塑化劑它還很多都是添加在飲料類 但是澱粉它可以再製成的產品太多樣了 那我很擔心這會不會是長期以來已經是食品業界沒有說出來的秘密而已 有人長期就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要不然不會有委員 其實今年上半年 過年的時候就耳聞到這樣的消息 而耳聞這樣的消息 我想 是不是有些業者真的挺著走險 添加的這個部分 它為了追求口感 為了追求外觀 其實已經有好一段時間在做這樣的事情 只是沒有被發現 是我想我們在這個地方 當然日後還要再加強我們所謂的稽查的檢驗的部分 那這也是我們也體會到這樣子的一個困難度 所以我們也請地方衛生群 就有所謂的檢舉的專線和檢舉的獎金 然後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一個 本期現在有個想法 當時塑化劑風暴的時候 其實我們採取了一個D-Day的措施 我覺得當時那個措施的確讓全國的民眾 瞬間其實這個有安下心來 為什麼 因為是要求食品業者他主動提供證明 就說我這個東西是沒有添加塑化劑的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喝 那目前為止這個整個 這個工業用的這個化石澱粉 這樣的一個風暴 我很擔心還會再滾動下去 關於這個D-Day的措施 你未來有沒有可能 如果他真的是遍布很多產品的時候 要不要採取呢 好這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剛剛我們的報告裡面就是講到說 其實瞬天吸二酸 其實他在 他跟其他的很多的酸 蘋果酸這些等等 是都是一般的植物的一個代謝物 所以在有些植物裡面 或是像那個訓類啊這些等等都會有 然後另外的是說 本來在合法的這個蘋果酸或反天吸二酸裡面呢 他其實也是合法 就是說他在製造過程裡面的存物中間呢 他也是合法的 大概有五百個PPM或一千個PPM可以在何許的 那另外的在食品的加工的過程中間 如果我們燒烤啊 不是那個烘焙啊這些等等 或者是發酵 所以你是說他跟塑化劑不一樣 對他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他在很多的食品裡面 本來有些是會自然產出 會自然產出 所以今天我們事實上不是說 印出來就有就算是違法 他一定他可能是自然產生的 他可能是外加的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就要求你 你檢測了產品的範圍 那變成你主管責任比較重 你責任沒有在業者身上的時候 主管責任比較重 你要全面各縣市衛生局 你偷力要去抽查各項的產品 只要抽查出來的反向追蹤 因為剛剛其實趙委員講的是 從源頭往下去追查 那這是一個管道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擔心你們現在幅度過小 所以你們檢測的產品要夠全面 夠多樣化 是 從這邊再往上頭去追 你才能真正追到誰是 惡意要去添加這個工業用的化製澱粉 是所以我們也是想說 這個為了要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啟動了 所有的粉類的製造廠 就是全部都全面的抽查 好 那你們抽查99家 現在到底驗出來幾家 我們現在驗的產品 檢驗結果還沒出來對不對 22個產品現在目前是沒有 我們才繼續趕快加緊的來檢驗 你們這個查驗工作 我覺得是要加快腳步 因為發生到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另外一個剛剛大家在提到的 你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現在毒物化學管理 其實是在我們的環保署 但是現在添加的這個順丁性 第二酸肝 它並不是在很毒的毒物裡面 所以我已經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會有所謂的空窗 就是說環保署對於沒有毒性很強的 它沒有辦法列到毒物管理 但是這個工業用的東西 有可能有人會蓄意要把它添加到食品 但是你現在的食管法裡面呢 其實有一個漏洞 第十一條直指就是說 一定要造成對人體有害的 你才要去重罰它 但是我看到日本 日本他們的這個法則裡面 如果你今天是蓄意添加 像這種非經衛生署公告的 你又添加到食品 我覺得你就該在十一條裡面 多增加這一條 不用到證明對人體有害 今天只要它不是食品級的 你把它刻意添加進來 它就應該要負一定的責任 而這個責任現行我們只有罰款 還是不夠的 日本的做法 他們還加上刑責 所以我主張 將來這個食管法修正的時候 要加上刑責 今天業者不是說 我添加的東西 一定對你的身體造成多大的危害 我才有罪 今天這個順丁吸二酸肝 就是一個例子 它對人體還是會造成影響 雖然危害不見得是那麼的嚴重 但是這種惡意添加 我主張在我們修法上面 就要付給這樣的一個業者 一定的行責 讓他可以有所警惕 不要把人民的健康 這樣子開玩笑 不是人吃的東西 硬要加進來 我覺得這其實是萬萬不可的事情 是我想我同意委員的看法 那這十一條是否在徵修 我想我們也尊重大院的 我們也是予以支持 那對於十條十二條 當初十一條 本來罰款也是比較低的 後來因為縮法機的事件 大家把它拉高了 所以我想在適度的時候 十條十二條 是否它的罰則 在這次修法中間 我想是否在下重 我想除了罰款之外 對於這種惡意蓄意的 就一定要增加行者才可以 是 比照日本的做法 是 好 謝謝